安大家 我現在呢 到台東了 好好喝喔 我覺得這是俗塊的頂標 送給你們 好爽喔 我今天住了 啊 這裡太神奇了 哈囉 超好玩 真的是 最好玩的地方 呦 各位 我來到台東了 我現在天氣超級好 然後這次我會來台東呢 是因為我收到了 玉山義友卡 跟義友網app的邀請 他們希望我可以完成一個挑戰 就是用抽籤的方式 完成這三天兩夜的行程 所以呢 這次我在出發之前 我就先抽籤啦 我就抽到了台東 還有民宿 然後呢 我就用玉山義友卡 還有義友網app 來完成這個挑戰 像這次的機票啊 住宿跟一些玩耍的行程 我都是透過他們的網站上面去訂購的 各位 這次我真的是對自己比較好 因為我選擇用搭飛機的方式來台東 之前我記得搭火車 差不多都要搭快5個小時 其實從台北搭過來的車票 大概是800塊錢 然後我這次呢 單程是2578元 可是呢 真的是坐起來超級爽 然後就不到一個小時的錢就到了 加上這次我跟義友網合作嘛 其實只要在國內外消費買1萬元 然後你們在買機票的時候呢 他就會加碼5%的回饋 再加上站內的3% 然後新庫的2% 所以總共就會有10%的點數回饋 也就是會有257元的回饋 我自己覺得對於 本來就很喜歡旅遊人來說 真的很划算 總之呢 就推推給你們 推推給喜歡旅行的你 那我們就出發 好了各位 阿金導遊帶你們出去玩 我現在呢 帶你們去哪裡呢 我們要去都蘭 對我來說 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之前曾經在環島的時候呢 最後在都蘭那邊待了 將近兩週的時間 然後對我來說 都蘭的海是我去過台灣最美 然後最蘭的海 現在就過去吧 完美停車 那我剛停車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海角咖啡 你會發現呢 走過來 就可以看到 嗨 這裡呢 就是它戶外的座位區 哇 超級超級超級美 你會發現它園區這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位子 你看像這邊旁邊樓上 還有一個二樓的小露台區 然後這邊周邊其實樹下他們有放很多的影子 大家其實吃東西喝飲料也都好像也都可以都到旁邊的位子去 你走到就是它海邊這邊呢 他們還有一個游泳池 而且我本來以為它游泳池就是只是裝飾用的 沒有想到旁邊竟然有更衣間 然後你是真的可以穿著泳衣 然後跳進去在這邊游泳 就是我們的 鳳梅 火龍果冰沙 看起來超讚 我剛看到它在打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樣超好喝 嗯 哦 好軟哦 超清爽哦 我們剛才點了一個 野奶冰沙咖啡 然後呢它就是這樣給你兩個 看起來超讚的 然後它咖啡是熱熱的 它就直接把它倒進冰沙裡 它這邊就有點漸層 好好喝哦 再喝一口 這個太好喝了 它的那個冰沙就是那種 蠻濃郁的野奶的冰沙 然後我超喜歡吃椰子口味的任何東西 然後它加那個咖啡淡淡的香氣 不會太濃 我覺得適合就是 你可能很怕那種很濃的咖啡味 你只喜歡一點點 我想要把這杯偷走 這杯本來不是我點了 但我要把它偷走 來 謝謝 我來吃它的這個薯塊了 哦耶 好好吃哦 OMG 這是來台東第一餐吃這個 我覺得可以 它超脆的耶 它的外皮整個超酥 然後裡面很軟 不知道是醬還是它本身就是有個蒜香味 吃起來完美耶 我覺得這個是薯塊的頂標 太好吃了 台東真的就是一個來這邊 放慢步調 倒黑人身平衡的一個地方 好大一份哦 這麼大 我發現這家其實它給的料很扎實 這個餐點看起來也太好吃了吧 完全就是袖色可餐耶 哇 Like me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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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脆 來到這間店真的超級有度假的感覺 尤其剛剛那個光灑在這邊 那個光灰 然後看著海邊在旁邊吃這個 那種異國料理的感覺就覺得 哇 好像是度假 啊 好了 吃完了 吃到 空子都解開了 太太太太飽了 我建議說如果兩個人都吃不多 最好是點主餐 然後兩個人分著吃就好了 那我們這樣吃 就是兩人分的攤點呢 總共是1034 坐在這邊 可以聽到很大聲的海浪聲 就很像平常在YouTube會找的那種白噪音 超放鬆的 這有一個奇妙的光線 然後還有那個炸開的雲 其實這趟旅行啊 就是有一點想要就地沖流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想要就地沖流的感覺 因為我記得六七年前 我環島的時候 就是停在這個海邊 我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藍的海 然後就覺得 哇 發自內心 是真的 真的真的很感動 然後就從此覺得 嗯 我一定要去變這世界上 各式各樣的海 隔了那麼多年之後 又回到同一個地方 就有點想要找回 當時的那個很感動的感覺 但是好像每一次來台東的海邊的感覺 都還是不太一樣 像現在可能也因為時間的關係 現在就沒有辦法看到 當初那個這麼藍 完全沒有人的那個感覺 就會覺得說 嗯 果然每一個當下都是獨一無二的 就是有些感動 它就只有存在在那個瞬間 很難再複製第二次 嗯 每次來到都來都會覺得 一種很感動的感覺 天啊 時間 過得好快哦 你們 每個人會不會也有 屬於自己心中一個 很感動的一個地方 然後讓你一直不斷地想要回去呢 對我來說 不過這個地方就是其中一個 不過這個天空 也是真的很浪漫 送給你們 突然發現了一個特別的石頭 一個沒有辦法融入大家的石頭 它就磨成這樣耶 好特別哦 這就像是 附入社會多年的我們 根本我們是一個 橘色的不規則狀的石頭 然後經過了這個社會的磨練 然後就把自己越磨越圓 直到最後呢 融入大家 但是還是保留自己的特色 然後有自己的人身方向 鶴蠣 雞群 呃 之類的 好感動 這個石頭教我們的東西真多 哈囉 狗狗 沒有吃的啦 怎麼那麼多隻 怎麼那麼多隻 你現在來收保護費的嗎 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 都蘭的糖廠 以前這邊就是一個 做紅糖的一個工廠 然後之後它就荒廢了之後呢 現在就變成有一點 就是有一些文創啊 或是一些小店的地方 又捕獲貓貓了 羊貓的後果 那個小小的 算是個小酒吧嗎 有賣什麼漢堡啊 然後還有啤酒 還有蘋果派 就可以坐在這邊 然後很Chill的享受你的舞后 然後這邊它就用一些舊家具 放在這邊 製造出一種很 怎麼講很 一種野外居家的感覺 就是很手作感 你看一下它這個桌子 是用輪胎做的耶 這個好扯喔 是用超巨大輪胎 跟小輪胎加繩子 做成了桌椅 好的 我剛剛發現呢 原來這邊的酒吧 是6點半才營業 所以等一下連裡面都會開放 然後營業到晚上12點 所以呢 我就決定要在這邊待到晚上 星星 星星 嗨 現在家已經快到7點 然後回來這邊 然後這個酒吧已經開了 然後晚上會放一些這種彩色的燈 好可愛喔 這個燈 有點那種吃磚拼貼馬賽克的那種圖案 這個酒吧主題是台11線 就是台東最靠海的這個公路 就是我們之前在環島的時候呢 就是如果你要騎靠海邊的那條路 你就是一定會騎台11線 它就是用這個名字當作主題 有人叫Highway 11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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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是你做的啤酒 這個啤酒嗎 太多了吧 對 這老闆說是他自己做的 洛神汽水 太強大了 這個歌有點迷幻的感覺 有點秋秋的感覺 加 Hannah exploitation 呼喵 猫耍拼 整個地方就是我的猫耍拼 喔呦他來了 他來了 哇直接爬上來很囂張喔 這一隻貓咪 超多星星的 手機拍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現在冰宮很多的星星 好美喔 現在已經晚上八點多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先回民宿去 真的很推推這個酒吧 大家如果就是晚上住台東 就是或是在杜蘭州附近 真的可以來這邊 剛剛好像有看到流星耶 已經過了但是來許願好了 旋遊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快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做的旅店 打擾咧 哦 瞬間開燈 哦 還蠻讚的 帶你們看一下好了 有小冰箱 哇 這間其實很讚耶 哇 然後它的廁所 哦 乾濕分離 然後我剛來發現就是這間 我們訂的是環保旅店 所以其實它不會主動提供牙刷 刮鬍刀等等這些耗材 哇 好喜歡喔 感覺住起來會很舒服耶 然後今天這間的住宿呢 一天是2340元 然後呢 如果你再一遊網 當日有購買機票 然後再購買住宿的話 住宿就會有10%的點數回饋 讚讚 然後因為我們明天要喝早去溯溪 整天8點就要到那邊 所以今天要早點睡覺 開心 好 今天趕快快早點睡覺 今天早起 嗯 那就晚安了各位 登登 早安 我們去溯溪囉 那我們剛剛就先開到達魯馬克文化廣 那個教練就會從那邊就是騎機車 再引導我們過來 然後大概進來10分鐘的車程 然後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已經看到我們溯溪的衣服了 我們現在應該要過去換裝了 看這個只有185公分的人 才穿得下衣服啊 今天呢就是一個一整天泡在水裡的行程 讚 好 測試一下的裝備 待會下去的時候先試水溫 讓我們看一下裝備會不會浮起 哪些地方沒空 教練 的裝備沒問題 我來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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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喔 好爽喔 這個水 我看到什麼了 頂過來了 我醒了 我醒了 這個水沾沾發亮耶 而且現在在水裡 超級涼 超涼 超涼 我感覺到我如果不動的話 我會一直飄走 再見了 再見 再見 我是一天豬油 成功了 要整個人浮起來 我們重回了一天樹葉 要開始做西了各位 看到了嗎 好險別走 然後我們這一次好像會 有好幾個可以跳水的機會 因為它會有一些生產 就是你擦一擦之後 然後會有一些絲絲 你會跳下去 大家記得要來做西的話 要把自己的東西 垃圾也要帶走路 你可以留在這裡 這裡太漂亮了 這邊剛好有一個聖光打在這邊 要那個NPZ 你不會一定要是 是銀色的iPhone 還是銀色的iPhone 我調的是藍色的 哇 你很誠實 三次都給你 反正都不能用 對 現在iPhone已經不能講到笑話了 因為現在iPhone是有防水的 哇 這個山屁長得超級漂亮 它有點反射的那個溪流的光波 我看得到我電脚 我看得到 太清了 我現在在踢裡面 我想要踩在這裡了 哇 這邊還踩得到地 然後那邊就升到可以跳水 這還假的 蛤 哇 哇 耶 你也要超多一個啊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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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喔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比較深的潭 然後這邊可以跳水 哇 我們現在從這個石頭這樣穿 做起 然後來到這個 國家地域頻道的感覺 好 要站起來喔 好 好 好 來 看一看是難處嘛 上來真的有難度 要加速囉 好 你要幫姐姐潑水啦 去下面潑水 夠喔 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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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潑水喔 嗯 走吧 哇 上來了 超美 你看 哇 超漂亮的 這裡不用游啊 哇 這裡太神奇了 好明 上面超漂亮的 我們常常來看到的風景是這樣 哇 這邊會感覺自己好像自身於侏羅紀公園 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個很神秘的 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的感覺 那個溪反射出來的那個光線 然後都會在石頭上這邊動著 我覺得很美很美 哦 好可怕 這個蛇蛇 它在動耶 啊 是小蛇 天啊 這裡真的是無奇不永 各四千七百怪的生物 因為這裡的高度是你可以這樣跪著 或是你可以坐在這個水裡面 然後你不會整個可能被淹沒 那就可以坐在這邊默默靜靜的看著 上面的這些葉子 然後有陽光從上面透下來 超級舒服 可以在這邊睡著 太讚了 好 好 哇 我們現在就是半天的結束了 接下來才是最硬的行程啊 這樣才最要開始呢 哇 我們現在要去刷蝦子 然後教練他又準備完了 現在差不多是快要十二點 然後我們已經抵達了我們算是我們這個行程的終點 所以教練說如果還想要再繼續往前看下一個步驟的話 就是要可能體力比較好 或是要提早大家講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就是走比較秋的路線 所以我們差不多到這邊就 就在這邊吃午餐然後就會翻車去 這次要抓蝦子 然後我們 啊 啊 好冷 天啊 好 我們去石縫抓下去 我們不能被這個寒冷的溫度給打敗 欸 開始就抓到了 抓到了 抓到了 抓了 抓了 他其實滿小隻的 超Q 好啦 我們大家說再見 不好意思 今天呢 打到臉了 超好玩的 夜市高峻嶼的那個 真集版超好玩的 整個新春最好玩的地方 這邊有那個 樹的阿拜 阿拜是什麼 它是 漢人那邊講 就很像粽子啊 喔 對 很像粽子 它這個綠色這個外面的 提香的 它是那個月桃葉 這月桃葉裡面 在一層這個 深色這個是 甲酸薑葉 裡面才是包那個 肉小米 喔 那一般有顆粒的 也有用那種 像麵肥一樣 直接抹好 有沒有像這種 它是有跟飯在一起的 裡面是包 包煙肉 好 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下車了 再見 跟我們的 三個主播 掰掰 好 我覺得這一趟 我本來最期待的就是 素席的部分 然後真的 很好玩 這次的其實我們選的是 一日遊 它有分半日跟一日 我跟你講我超級不後悔 一日遊真的急推 半日遊 就是一個人是1800塊錢 然後我們訂的這個一日遊 一個人是2500塊錢 我在一遊網上面訂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行程真的很好玩 推推給大家 而且你其實不用想太多行程 你當天就是一整天就是泡在水裡 然後晚上出去吃個東西 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非常的完美 好 我現在真的是蠻餓的 我等一下要去吃一點東東 起衣煮飯打東咯 吃飯 哇 這家好讚喔 這家叫做原始部落風味美食 它的擺設做得很厲害耶 然後從門口所有的東西 都是用一種很原始的感覺 去製作出來的 很手作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坐在這邊 看這裡的房地 哇 其實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台東的城市 然後後面還可以看到山景 哇 超級漂亮的 整桌的菜 讚 看 吃飽了 然後我們這餐總共吃了1110 然後真的是吃蠻飽的 我覺得這家餐應該算是氣氛第一 然後今天比較可惜是因為我們時間沒有很夠 所以我就沒有點那些要等很久的食物 但是它好像最招牌就是烤雞 然後烤魚跟烤肉 有些都要等到30分鐘 然後或是50分鐘 所以我覺得下次大家來的話 可以點他們的招牌菜 我覺得算特地特地睡覺 這邊的氛圍很好 然後那就是讓你在玩了一整天的水之後呢 你就可以來這邊吃個東西 結束一個浪漫的一天 如果有人有來過這邊 就是有在晚上的情況之下 來這邊吃過飯 你可以跟我分享你們覺得感覺怎麼樣 然後去睡覺 早安大家 現在已經到了要退房的時間 然後這是我在台東這三天的 最後一天 可以跟我的房間說掰掰 然後我真的發自內心 非常推薦這間民宿 我覺得超級好住 整間民宿都香香了 會覺得照顧這邊的人 是一個很細心 然後很在意 就是住戶住進來感覺的老闆 疲累了一整天之後 晚上就是要好好的休息 我覺得這間店讚 推推 好的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囉 我們現在到一間早餐店 然後這個是很久之前有一個台東的朋友 一位老師 帶我們來吃了一間早餐 然後那時候吃完之後就有點念念不忘 覺得它蛋餅真的超厲害 然後我是有點憑著記憶回來找到這一家 然後來看它是不是還是那麼厲害 我想要兩個原味蛋餅 然後可以裝在我的碗裡面嗎 你們的蛋餅很厲害耶 我之前來吃就覺得很特別 我住台北 有吃過一次 我住台北啊 那邊沒有這種蛋餅 覺得很厲害 好 謝謝 我們早餐買好了 這裡面總共有兩份蛋餅 裝的超級滿 這樣子只要50塊 蛋餅一份是25 然後我旁邊拿了這個 老闆娘說很辣的辣油 為什麼會這麼想回來吃這間蛋餅呢 因為這是我吃過最不一樣的蛋餅 它是很像粉漿蛋餅 一般的蛋餅好像都會有一片蛋餅皮這樣 然後直接蓋上去去剪 但是它不是 它是有點像是一個醬 有點像是一個粉漿這樣倒起來 然後像是一個液態狀 然後直到它凝結 然後就會變成這樣QQ彈彈的 很好吃的感覺 好 是不是還是熟悉的味道呢 超好吃 它其實吃起來有一點點像是蘿蔔糕 再Q一點 然後再加上蛋 就融合成了一個蛋餅 這個真的很Q 好好吃 我真的覺得每次到早餐店的時候 他們的價錢就會讓我驚豔 它的豆漿小杯是10塊 中杯15 大杯20 然後我點了一個中杯的15塊 其實它就已經超級滿了 好喝 喝得出來它感覺真的是用豆子去磨的那個感覺 雖然提起來很像廢話 嗯 好喝 好吃 這家推就給你們 然後吃完早餐之後呢 我們要去太馬里 去太馬里隔壁 現在我只想要搬 搬到太馬里隔壁 摔到分手 安全感不夠 下去是什麼 快點 下去是什麼 對不起 抓到了 東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啊 就是山的旁邊就緊鄰著海岸線 你就覺得開在這條路上 就是又可以看山又可以看海 心靈就會非常的平靜 超漂亮的 嗚呼 這邊有個大斜坡 然後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看到 超級漂亮的海岸線 耶 好了 我剛剛在一陣貨亂之中 買回了椰子 加油 然後剛剛那個椰子水 它先幫我倒到杯子裡面了 耶 然後我還買了14顆 4家 椰子肉 超好吃 超好吃的 超短油 超酷彈 好了 那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等一下是訂了下午1點05分的機票 我覺得這三天其實算是走一個很悠閒的路線 就是因為點跟點之間的距離其實都蠻長的 所以我每一天其實差不多就是排在一個地方 總之呢這一次我其實有稍微計算一下我的總消費 因為其實我也發現很多人都在問我說 欸阿經你去這些行程到底花多少錢的 我這一次就有紀錄 我總共呢這一次的消費兩個人 是25699元 然後再扣掉800塊錢 因為你剛辦好玉山一遊卡 然後第一次訂房的時候 他們有個800元的折扣 對 那一個人算下來就是差不多1萬左右 那我自己覺得這一趟消費比較高的其實就是交通的部分 這一次去城的機票買到比較貴的時段 像我們回城的話一個人就是1800塊錢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差很多 大家之後可以就是提早訂 你就可以訂到就是比較好的時段 然後這一次呢總共這樣花下來的 點數回饋有1599元 那你下個月呢就可以在網站上去摺底你想要買的東西 想要去的行程 那我這些行程的花費呢 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可以自己螢幕截圖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旅遊 然後又喜歡精打細算的人 這樣玉山一遊卡是真的還蠻適合的 因為它除了國內啊國外的行程其實都有回饋 然後它的網站上面也有包含交通 住宿還有各種各樣的行程 然後可能還有包車的啊 也有團體的啊 也有自由行的 其實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選擇 我自己覺得就是有的時候你在找行程的時候 你沒有想要花那麼多時間在網站上一直找一直找 你就直接點開像夜遊網這樣的網站 然後你搜尋想要去的地方 其實它就會給你非常非常多的選擇 反正就我個人是推薦給你們 最後呢就幫想要了解更多的人 整理了一下一些不錯的回饋方式 大家可以自己研究出你覺得最好的策略 首先呢E-Money就是夜遊網上面的點數 它一點其實就等於一塊錢 然後包含網站上的住宿啊 機票餐券電影票各式各樣的東西 你都可以拿來折抵 然後呢就是夜遊卡在夜遊網上面的線上消費 所有的回饋點數都是3% 如果你是新戶呢就會再加碼2% 最高呢就是會有5%的E-Money回饋點數 而且沒有上限 然後像我剛剛講的就是你申辦夜遊卡之後呢 你第一次訂房它會有個800元的折扣 所以大家記得辦卡之後呢不要忘記去使用 然後呢就是除了夜遊網線上的消費之外 你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消費 它也都會有點數的回饋 總之呢我覺得這張卡非常適合喜歡旅遊的人類 更多資訊呢我都會把它放在資訊欄 大家如果喜歡精打細算的玩法 就推推給你們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咯 那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記幫我按讚兩個分享 還有訂閱跟按小叮噹 我是紀錄短的那是愛拍片 我還喜歡參加的機運腦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留言喔 掰掰 掰掰 拜拜